今天她也算是看出来了 丹阳公主夫妇俩 就是整个一个上流闲士阶层的风向标 当今那奄奄一息的皇帝 只得了端王、瑞王和丹阳公主三个孩子 丹阳公主年纪最小 出身高贵 从小便喜欢武文弄墨 而陈驸马也是出身贵族 自己在书法上颇有剑术 其他方面也极有才华 所以她们夫妇俩 变成了这些喜欢附庸风雅的贵族的领袖 只要丹阳公主说她铺子里的点心味道好 估计别人也会跟着蜂拥而来 更不用说 还有今天打响的广告效应了 紧接着 陈驸马和丹阳公主 沈紫义 将试文看了一遍 贫选出了头三名 而第一名便是林小竹 林小竹那篇《爱连说》 虽说篇幅不长 但比起《五烟律师》来 又强伤许多 而且一炷香的功夫 便做了出来 无论是利益 用词还是行文 都出泪拔催 便是放眼四国 要找出这样的好文 也不容易 所以她虽然是个下人 但这篇文章得了第一名 大家都没有意见 便是有意见的 也不敢说 自己做不出 比她更好的来 就得服气 宣布完诗文 陈驸马又宣布了 点心比赛的结果 第一场 袁府的奶油蛋糕获胜 第二场 段王府的金丝烧卖获胜 第三场 鲁鸭蛇和琉璃寇的票数 一样多 所以梁府的比赛 变成了合局 其实 你那琉璃寇 比鲁鸭蛇多得了两票 因为顾着段王府的面子 陈驸马在跟我商量之后 才改成了合局 袁天爷告诉林小竹 按她的性格 陈驸马这提议 她是万不会答应的 但她不希望婉华郡主 在心里记恨林小竹 毕竟林小竹 现在整天要到铺子里面 去做生意 她虽然派了袁武娘赵颖 出入都乘车 店里还有伙计 但被人惦记 总不是个事 袁绕那女人 牙子必报 要是一时照应不到 让林小竹出了事 追悔莫及 林小竹不在意地笑道 咱们的点心 能让大家喜欢 这才是真正的获胜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小竹 袁天爷忽然 轻唤了一声 什么 林小竹抬起眼眸 袁天爷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去 转而道 这几天小心一点 初入让袁武娘陪着你 哦 我知道了 林小竹垂下眼瞼 心里有一丝的暖衣 虽然他没有自由身 但遇上袁天爷这样一个主子 他还是幸运的 沈子意在玉壮斋定制的点心 此时也都摆上了桌 此时那些贵族女子们 对林小竹明显亲热了许多 一面尝了那几样新奇的点心 一面向林小竹询问 点心铺子开业的时间 一时之间 林小竹顿时又成了关注的焦点 而她的回答措辞 又有理又文雅风趣 很快就让那些小姐们忘了 她下人的身份 一同有说有笑起来 晚华郡主得了哥哥的保证 也没有来找林小竹的麻烦 让林小竹余下的时光 过得十分的愉快 只是没有说多久的话 便有一个丫头过来 到林小竹的面前行了个礼 道 小竹姑娘 我是沈元的丫头 我们家厨子说 您做的点心好吃 想要见见您 不知您可否方便 林小竹一愣 沈元的厨子想要见她 这事怎么想都觉得蹊跷 她的点心做得再好吃 那也是秘方 不能外传的 这沈元的厨子 总不能请教她 做着点心的方子吧 所以她第一反应 就是晚华郡主 又出了幺蛾子 使唤着丫头来换她 然后把她带到人少的地方 把她推入水中 或是使什么坏招 下意识地便要拒绝 进而她又想起玉牌的事来 她一直想找个机会 叮嘱沈子意 不要声张玉牌的事 想必沈子意 也有一肚子的话 想要问她 刚才人多 一直没有找着机会说话 这会儿这丫头来笑 会不会是沈子意想见她 如果真是沈子意想见她 她要拒绝了 这次可能就没有机会说话了 那丫头见林小竹 盯着自己半天不说话 只得转过头去 朝一个方向看了一眼 林小竹见她这动作 忙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正看到沈子意 独自一人 站在一个小镜的拐角处 朝这边张望 见她看过来 还对她笑了一下 点了点头 看来这丫头是沈子意派来的了 林小竹松了一口气 对旁边的贵妇道了歉 跟着那丫头朝另一个方向而去 小竹姑娘 您这是去哪儿 袁武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追上来喊道 自出了晚华郡主 想要把林小竹推入水里 她就一直关注着 深怕林小竹再出危险 这会儿见林小竹 跟一个陌生的丫头走 赶紧跟了上来 林小竹回头看了看 有些为难 她自己的功夫 就是个三脚猫功夫 遇上不懂武功的人 三五个还能对付 可要真是遇上高手 自己绝对是打不过的 所以有袁武娘跟着 她的安全便有一点保障 再说了 袁武娘也是一片好心 担心她的安全 自己要是服了她的好意 以后她就不一定 会这么尽心地照顾自己了 再说 这样还会引起袁天野的怀疑 不过很快 她就做了决定 道 沈元的厨子想要见见我 五娘 你跟我一块去吧 袁武娘盯了那丫头一眼 愁愁片刻 道 你们等等 我去跟公子打声招呼 这个要求又让林小竹为难了 安全最重要 袁武娘这样做是最稳妥的 放到平时 她的做法应该表扬才对 可这会儿袁天野知道了 他们离开 她不知会不会派暗卫 跟踪他们 如果她真的是那样做了 那等一会儿她跟沈子义的谈话 不就是被人听到了吗 但袁武娘的要求 她又不能拒绝 只能点点头道 好 心里指望着沈子义的护卫 到时能顶点用 不但把袁武娘支开 而且还能把袁天野的暗卫 给引走 想到这里 她的心里又矛盾了 其实 她真心希望 袁天野的暗卫 是这世上最厉害的暗卫 这个念头一出 她心里陡然一紧 什么时候 她变得对袁天野这么依赖了 怎么感觉到有她在 便什么危险便不会有 如果她的安慰 是这世上最厉害的安慰 那到了她要离开 她却又不放手的那一天 她又能如何离开 又怎么能在这世上生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